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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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我們要開始來談談這個第九單元 有關於這個自然演繹法 我們在談這個什麼叫自然演繹法呢 其實自然演繹法跟這個 我們學過的真值術法 跟公理法 都是屬於語法演算系統的一個部分 那自然演繹法的想法大致上是這樣 就是說 我們在公理法的時候提過就是說 我們的公理系統是由公理加上推論規則 所建構的一個演算系統 但是呢 什麼是公理這件事情 其實呢 對大家來講其實有一點點疑惑 就是說 到底什麼樣的東西是公理 那很多邏輯學家就認為說 這個公理其實在 很多時候它可能會變成 並不見得是公理 尤其是我們的各種演算系統出現之後 有些原來我們覺得是公理的 可能在新的這個系統裡面 它可能變成不是公理 我舉個簡單例子 比如說 一般在我們這個系統裡面 在古典邏輯系統裡面 我們會覺得這個 p or not p 是一個公理對不對 因為它其實就是一個橫針距 它是一個橫針距 那你如果要把它當公理的話 p 或者非p 它就是一個 可以當公理的式子 因為它是一個橫針距 可是呢 如果我們的這個世界 變成這個不是只有兩個值 就是我們可能有第三個值 或者甚至第四個值 等等之類的 如果我們讓 引進這樣的演算系統的時候 它就不再是公理了 所以對什麼是公理這件事情 有很多邏輯 就要感到疑惑 就是我們如果改變一個演算系統 它可能很多公理就不再會是公理 它不會在任何系統裡面都為真 因為我們剛剛是強調說 所謂的公理應該是在任何系統裡面都為真 不過當時的邏輯學家 因為他們只有二值邏輯 所以他們會覺得說 對啊 在二值邏輯裡面 這個像p 或者非p 這樣的式子 一定為真嘛 可是他們沒有想過說 在後來的發展裡面發現 如果我們不再用二值邏輯 當成唯一的邏輯系統的話 那這個式子還會不會成立 可能就不會嘛 但是公理又強調 它必須要在任何系統裡面都為真 所以在這當中就會出現一些麻煩 所以後來就有一些邏輯學家主張 說我們應該把公理拿掉 就把公理拿掉 那公理拿掉之後呢 我們要訴諸的演算系統變成什麼 我們要訴諸的演算系統 就變成憑藉著 我們剛剛講的推論規則來的 我們就要用剛剛的這個 推論規則來做演算系統 而不是用公理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預設 什麼是一定為真的 就是在任何系統裡面 都為真的這樣的句子 其實可能根本就找不到 因為有些系統搞不好 它連這個恆真句都沒有 所以這個是一個有趣的一個發展 所以到了這個二十世紀的時候呢 邏輯學家就開始覺得 對 我們應該要有一些想法是 我們是只憑著這個 推論規則來的 所以接下來我要介紹的就是 這個自然演繹法就是這樣的一個想法下 所產生的一個演算系統 那我們來看看自然演繹法的特性跟分類 自然演繹法就是只有適當的推論規則 就是說它沒有公理 它把公理法裡面的公理排除掉 我只取適當的這個推論規則 那當然為什麼它叫做natural deduction 叫做自然演繹法呢 就是它要強調的是說 這些推論規則 都是你自然而然覺得會成立的 都是你自然而然覺得會成立的 所以等一下如果我在描述 推論規則的過程裡面你覺得 老師這個規則沒有那麼自然 那我們就可以停下來研究一下 為什麼它看起來沒有那麼自然 那它適不適合拿來當作自然演繹法的 這樣的一個規則 那基本上我們大概會把自然演繹法 分成兩大類 然後第一類是什麼呢 我們的第一類分法是 所謂的樹狀的自然演繹法 那什麼叫樹狀自然演繹法呢 各位想想看 基本上它的想法就是說 我們用兩種規則 第一種規則我們把它稱之為 引進規則 我們叫 introduction rules 第二種叫做消除規則 叫 elimination rules 那它的概念來自於哪裡 它的概念是來自於各位在第三單元所學習到的 邏輯語的建構 各位如果回憶一下 你在邏輯語的建構裡面呢 你學到一件什麼事情呢 就是說 我們的語句其實是由原子語句 然後呢 加上我們的連接詞 一步一步一步把它組成的 然後呢 我們會有一個結構數對不對 這個結構數會告訴你說 我這個句子最後是什麼 做出來的 怎麼讓它造出來的 那基本上我們在做的方式就是 把這個連接詞 利用連接詞把一些語句呢 不斷的把它連接起來 然後讓這個語句最後可以形成 那也就是因為這樣的方法呢 形成了第一種樹狀正義法 換言之 這個規則的方法是說 所有語句之間的推論 它其實只要做一件事 做什麼事呢 它其實只是把 我要去掉的符號把它拆解掉 然後呢 把我要的符號組合回去 那最後呢 我就可以從前提的拆解跟組合的過程裡面 最後我希望得到結論的這個句子 所以利用這樣的方式我就可以得到 所謂的這個 我想要的這個結論 這是第一種想法 就是自然演繹法的一個想法 就是利用 拆解這個連接詞跟組合的方式 就把語句呢 拆解組合的方式 我就可以得到我所想要的結論 這是第一種 第二種是什麼呢 第二種叫線性自然演繹法 線性自然演繹法呢 所強調的是 我們需要的是利用兩種規則 一個叫等值規則 就是 Equivalence Rules 另外一個呢 是所謂的這個蘊涵規則 就是 Implication Rules 你利用這兩個規則來做 那它是線性的意思就是說 我其實是把 我現在看到這個結論我要的 我要得到什麼樣的結論的時候呢 我的做法是 我先把 看看我原來的前提這個句子 可以怎麼樣換成 等值的句子 或者是看它可以推出什麼樣的結果的句子 等值的意思就是說 某一句話跟一句話是等值的 所以我可以換來換去 舉個最簡單的例子 就是我們學過的例子 各位可以想想看 如果我告訴你說 如果我太太跟我說 如果妳愛我 那妳就要送我生日禮物 各位想想看 這是P則Q 如果你愛我 那妳就要送我生日禮物 對不對 對吧 那我們很容易推出來 它覺得哪一句話也會是 跟這句話一樣的呢 就是說 如果你不送我生日禮物 那妳就是不愛我 各位想想看 這兩句話其實是等值的嘛 所以 對我太太跟我講話的時候 她所說 如果你愛我 那妳就要送我生日禮物 這句話跟 如果你不送我生日禮物 那妳就是不愛我 這兩句話其實是一樣的 這個我們叫等值 就是 它其實是一個等值語句 所以 利用這樣的一個轉換 我可以換出 換到 我想要的這個句子 如果我可以這樣推論的話 那最後可以得到我想要的句子 所以 我們是利用這兩種 不同的思考方式 建構出來兩類不一樣的 自然演繹法系統 所以我們今天會從第一類開始 就是由我們的這個 樹狀的自然演繹法 開始來跟各位解釋 我們怎麼樣來做自然演繹法 第一步呢 我們當然是要來熟悉它的規則 因為它只有規則嘛 就是樹狀自然演繹法的這個規則 我們剛剛講過 它其實是利用 連接詞的引進 就是我讓這個 連接詞進來的規則 跟連接詞消除 來把這個我要的結論 建構出來 它有點像是這個 建構這個句子的方式 所以我們就要先來學這個規則 這個規則 這個規則是什麼呢 我們有五個主要連接詞嘛 對不對 所以對每一個連接詞來講 它應該都有引進的規則 就是introduction rule 也有消除的規則 所以各位把握這個原則就可以 第一個我們先來看看這個連言的規則 連言就是 conjunction and 假設我有一個證明的一個方法 我從某個地方得到一個證明 再從另外一個地方得到證明 Psi 各位可以看到它在兩邊嘛 所以我把這兩個證明合起來 各位想想看 如果把這兩個證明合起來 我會得到什麼結果 我會得到 Phi and Psi 的結果 對不對 在這個過程裡面各位會發現 什麼符號跑進來了 原來沒有什麼符號 然後什麼符號跑進來了 就是 conjunction 就是 and 這個符號跑進來了 所以這個規則 我們就稱之為它的 introduction rule 表示說 我藉由這樣的方式 讓 and 這個符號出現 我用這個方式 讓 and 這個符號出現 就是它出現的時機是什麼呢 就是我在這個左邊得到一個證明 Phi 右邊得到一個證明 Psi 所以呢 藉由這兩個證明的結合 我就得到 Phi and Psi 就這個意思 所以這個叫 introduction rule for conjunction 就是對於 conjunction 的這個符號的引進規則 好 那它的消除規則是什麼呢 它的消除規則就會是這個樣子 各位可以看 如果我有一個句子叫 Phi and Psi 對不對 各位想想看 假設你已經有一個證明 證明是 Phi and Psi 那請問我可不可以證明 Phi 呢 當然可以嘛 對不對 我都可以證明 Phi and Psi 了嘛 我當然可以證明 Phi 成立嘛 就是 從 Phi and Psi 成立這件事情 我可以得到 Phi 成立嘛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哪一個符號不見了呢 各位觀察一下哪一個符號不見了 那就是 and 不見了嘛 所以這個就是 and 的 elimination rule 就是它的消除規則 就是說在這個證明過程裡面 我們可以讓 and 這個符號消失 對吧 就是消失的證明規則就是 當我得到 Phi and Psi 的時候呢 我就可以得到 Phi 那當然呢 既然我可以得到 Phi 可不可以得到 Psi 呢 當然可以 對不對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Phi and Psi 得到 Psi 也是理所當然的 對不對 所以它也是一個 and 的 elimination rule 換言之 你要得到左邊的 conjunct 或者是右邊的 conjunct 都可以 對不對 就兩邊的連沿項都可以 這是第一個連沿的規則 相信各位沒有問題 第二個規則呢 是條件句 條件句當然就是 conditional 對不對 那 conditional 規則會是什麼呢 我們先來看看 Phi 則 Psi 什麼時候會成立 我們什麼時候會覺得 Phi 則 Psi 這件事成立 舉個例子 各位同學可以想像一下 假設我說 如果 你期中考 得到 100 分 對不對 那我就送你一顆糖果 OK 那這個時候你就會想 你就會開始想像一件事 想像什麼事呢 想像說 對嘛 我期中考考卷如果 100 分的話 那老師就會給我一顆糖果 對吧 換言之你在想像什麼 你在想像說 如果 Phi 這件事情成立 就是 期中考考 100 對不對 我期中考考 100 分 這件事成立的話 我可以推出什麼呢 我可以推出 老師給我糖果這件事情 真的會實現 就是如果 期中考考 100 分 老師會給我一個糖果 對不對 所以我就想像 我考了 100 分 對不對 老師給我一顆糖果這件事 是可以推出來 假設這個推論是成立的 那麼 我就說 老師說的這句話 如果你期中考考 100 分 則我會給你一顆糖果 這句話就成立吧 所以 Phi 則 Psi 成立的條件就是 我假設了 Phi 然後 如果它可以推出 Psi 那我就說 Phi 則 Psi 會成立 那這個過程裡面呢 什麼東西 出現了呢 哪一個符號出現了呢 對 當然就是我們的 conditional 箭頭 對不對 這個符號在這裡出現了 所以它是一個 introduction rule 好 但是不要忘記了 剛剛各位在想像這個證明的時候 我說過了 Phi 是我們的假設 對不對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在證明的最後的結果 你必須要把這個 Phi 呢 用一些線線劃掉 表示什麼 表示這是我們假設的 也就是我想像的 Phi 證明出 Psi 所以呢 Phi 則 Psi 成立 那當你寫出 Phi 則 Psi 成立的時候 不要忘記 把你原來假設的 Phi 劃掉 因為它是 我們假設的一個前提 換言之就是我們的 Assumption 它不是題目提供的前提 那這是它的 introduction rule 它的 elimination rule 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我們剛剛學過的 MP 規則 各位可以看一下 它其實就是 Phi 如果從某個證明得到 Phi 成立 從另外一個地方又得到 Phi 則 Psi 成立 OK 那我們就可以得到什麼呢 我們其實可以得到 Psi 成立 為什麼 因為根據剛剛的 MP 規則 對不對 其實就是我們剛剛學過的 MP 規則 就是 Phi and Phi 則 Psi 成立 這兩個都成立的時候 我就可以推出這個 Psi 成立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什麼符號不見了 是箭頭不見了 所以它是屬於 conditional 的 elimination rule OK 所以到這應該是還滿簡單的 對不對 那接下來是我們的等值語句 各位想想看 等值語句在什麼時候呢 我們會讓這個等值符號出現呢 其實它很簡單 如果我們在左邊這邊得到一個 Phi 則 Psi Psi 則 Psi 成立 從某一個證明裡面得到 Phi 則 Psi 是成立的 從另外一邊又得到 Psi 則 Phi 也是成立的 OK 我們發現這兩個都成立 表示 Phi 則 Psi 則 Psi 成立 而且 Psi 則 Psi 則 Psi 成立 我們就可以得到 它是可以互推的 對不對 所以它是什麼呢 它就是一個等值語句 那這個就是 equivalence 這個符號 就是等值符號 進來的規則 引進的規則 所以它是它的 introduction rule 是它的引進規則的部分 如果它的雙項是成立的 各位可以想像 如果有兩個句子 它是等值的 那麼當然喔 它的單項當然就成立 對不對 所以你要讓等值符號消失的規則是什麼 很簡單 就是如果它雙項是成立的 那 Phi 則 Psi 當然是成立 對不對 那這時候你當然就可以讓這個 等值符號消失 所以它是 等值符號的 elimination rule 消除規則 那同樣的 如果 Phi 則 Psi 成立 就是等值 這兩個是等值的話 那 Psi 則 Phi 當然也成立 對不對 那這時候當然等值符號呢 也消失了 所以等值符號的 introduction rule 跟 elimination rule 其實跟 conditional 有很大的關係 對不對 因為我們是藉由 兩邊的推論都成立 就是 Phi 則 Psi 成立 跟 Psi 則 Phi 成立 推出 Phi if and only if Psi 就是它的等值符號是成立的 那接下來 比較麻煩的是呢 我們要來看看這個 否定的符號 為什麼麻煩呢 因為在 在介紹否定的符號之前呢 我們會介紹一個符號 就是矛盾的符號 就是各位把那個 T 倒過來 我們通常把 T 倒過來 它是一個矛盾的符號 那個 bottom 的符號呢 其實是一個矛盾的符號 或者你要把它叫做 contradiction 啊 把它叫做 absurdity 啊 都可以 反正它就是一個 矛盾的符號的意思 那接下來我們先來看看 這個否定符號呢 它的規則是這樣 首先我們來看 如果我們從某個地方得到證明 Phi 從另外一個地方得到證明 negation Phi 各位可以想像一個情況 就是說 假設有一個人說 傅老師是好人 對不對 另外一個同學說 傅老師不是好人 那這兩個人同時都對傅老師 有一個 common 就是說一個說傅老師是好人 一個說傅老師不是好人 你把這兩個人的話擺在一起 會出現什麼結果呢 它會產生矛盾嘛 對不對 因為一個說他是好人 一個說他不是好人 對不對 那你會想 那傅老師到底是不是好人 你會覺得這兩句話擺在一起很奇怪 對不對 因為如果 同一個時候 然後一個人覺得傅老師好人 一個人覺得傅老師不是好人 OK 那你會覺得說 對這兩個擺在一起會矛盾 所以矛盾這個符號呢 我們就會用 button 來表示 就是各位看到這個 T 倒過來這個符號 這個表示矛盾的意思 OK 一邊是證明 Phi 一邊是 negation Phi 你會得到矛盾對不對 這時候什麼符號不見了 在這個過程裡面 negation 不見了 各位會發現 negation 不見了 對不對 所以這個叫做 negation 的 elimination rule 接下來呢 我們有什麼方式 可以把 negation 加進去 好 大概是這個樣子 你大概會這樣想 好 我現在可以先假設 傅老師是一個好人 後來呢 我發現 假設傅老師是好人 這件事呢 會得到矛盾 如果 我假設傅老師是好人 結果我證明出來發現矛盾 那你會得到什麼結果 沒有錯吧 你就會得到 傅老師不是好人的結果 對不對 就是我假設傅老師是好人 結果得到矛盾了 那就表示說 傅老師就不是好人嘛 所以這個方式很簡單 就是說 如果我假設 phi 各位想看我假設 phi 對不對 然後經過證明之後呢 得到矛盾 那就表示什麼 就表示 negation phi 會成立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什麼東西出現呢 negation 這個符號出現了 對不對 所以它是 negation 的 introduction rule 但是不要忘記囉 你剛剛做了什麼事 你剛剛假設傅老師是好人 也就是你假設了 phi 對吧 那根據剛剛的想法 如果這個前提是你假設的 你最後要把它怎麼樣 要把它劃掉 ok 這件事不要忘了 既然可以假設 傅老師是好人得到矛盾 很簡單的一個推論就是 我們當然可以倒過來假設 我可以假設傅老師不是好人 那如果假設傅老師不是好人 得到矛盾 那應該我就得到傅老師是好人 對不對 所以反過來說同樣的 你如果假設 negation phi 得到矛盾 那你就應該證明什麼 phi 成立 對吧 好 可是各位看 如果按照它的 這個推論規則看起來 它似乎應該叫什麼規則 它應該叫做 negation 的消除規則 對不對 因為 negation 不見了 可是問題是 你剛剛 negation 的消除規則 已經用過了 在剛剛的這個 phi 跟 negation phi 得到矛盾這件事情 你已經用了 negation 的 elimination rule 所以在這裡呢 我們必須要用一個其他的規則 來稱呼它 所以這個呢 其實一般來講呢 就是各位常講的 有些人會把它叫做 歸謬證法 或者叫反證法 或者叫間接證法 都可以 就是我假設 如果我要證明這個定理成立 我就先證明它 先假設它不成立 然後設法得到矛盾 然後我就說這個定理是成立的 所以這個呢 其實就是 歸謬法 或者反證法 或者叫做間接證法 所以我們會用 raa 來稱呼它 那這個ra 其實是拉丁文 這是拉丁文 就是歸諸於荒謬的意思 那我們是取它的 第一個字母的縮寫 所以叫raa 那選言比較容易的是它的 introduction rule 它的 introduction rule 就是說如果 phi 成立了 當然 phi or psi 一定成立 對不對 因為它只是 all 對不對 既然 phi 都已經成立了 那它已經是成立的 對不對 那這個例子我也常舉給各位聽過 對不對 就是說 各位想看傅老師是男人 傅老師是男人 這句話為真 對吧 所以哪一句話一定為真 我可以推論出 根據這個推論規則 我可以推出哪一句話為真 就是傅老師是男人 或傅老師很帥 一定為真 為什麼 因為傅老師是男人 這句話已經為真了 所以 根據這樣的一個 introduction rule 我就可以推出 傅老師是男人 或傅老師很帥 一定為真 對吧 好 那同樣的 如果是 psi 成立的話 我也可以推出 phi or psi 成立 對不對 這也是一個 introduction rule 好 那比較麻煩的是什麼 比較麻煩是它的 elimination rule 就是我如果 phi or psi 呢 要推出 開這個結論 OK 要推出開這個結論 那我必須要保證什麼 我要保證 phi 可以推出開 ok 而且呢 psi 也要可以推出開 我必須要保證這兩件事 那麼 我就可以 claim phi or psi 可以推出開 為什麼 因為如果 phi 可以推出開 psi 也可以推出開 那 phi or psi 意思是說 我不管取哪一邊 我都可以推出開 所以大概是 用這樣的方式來理解這個規則 那這個我們就稱之為 all 的 elimination rule 這個 我們接下來要來進行這個 9.3 有關於 這個樹狀自然演繹法的這個演算 好 那我們在9.2的時候呢 已經跟各位談過這個 樹狀自然演繹法的一些規則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利用這些規則 來進行做推論的工作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我們有哪些範例呢 我們一共提供了幾個範例 各位可以先看一下 範例 A 是 是 Q 則 R 則 P 則 Q 則 P 則 R B 是證明什麼 我們有一個前提是 P 則 Q 則 R 要推論出 P 和 Q 則 R 那我們的 C 是 A If and only if B B If and only if C 這兩個是前提 然後我們要推論出 A If and only if C 第一是我們要從 M 則 N 這個前提 推論出 negation N 則 negation M 接下來最後一個問題是 我們要證明 P or negation P 是一個定理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從第一個例題開始 我們要證明 Q 則 R 則 P 則 Q 則 P 則 R 是一個定理 那我們要怎麼去開始進行這個推論呢 從樹狀自然演繹法的規則來看 如果各位還記得我們在公理法的時候 也談過類似的觀念就是 我們其實呢 如果它的結論是一個條件句 如果它的結論是一個條件句 那麼事實上呢 我們可以把這個條件句的前向 或者前見 然後當成假設的前提 推出後面的結論 那麼再把它移過來的話呢 那這個就會成立 我們在公理法 曾經講過這樣的觀念 那現在我們要類似 用演繹定理的概念來看 這樣的一個規則 我們在條件句的規則裡面呢 我們做的工作大致上是這樣 我們做的工作大致上就是說 我們如果要證明 我們要證明 Phi 則 Psi 這件事成立的 各位如果記得我們的這個規則的話 我們要證明這個成立的時候呢 根據它的 Introduction Rule 各位可以發現 各位如果記得這個 Introduction Rule 它的這個假設呢 大致上是這樣的方式 什麼方式呢 就是我們會用 假設 Phi 得到 Psi 的方式 OK 也就是說 在這個規則裡面 告訴我們一件事情是什麼呢 告訴我們說 如果我們假設 Phi 在我們假設 Phi 可以推出 Psi 的情況之下 那麼 Phi 則 Psi 就會成立 換言之 當我們看到這個結論的時候呢 我們要想像的是 把這個當成主要連接 這個主要連接是把它圈起來 然後前面這個呢 拿來當作假設 前線或者前向拿來當假設 然後呢可以推導出後向 OK 那這個規則其實要告訴我們 是這件事情 那當然在你最後 我們要一下的時候呢 我們再劃掉就可以了 就表示是我們假設的這個前提 這個就是這個規則要告訴我們事情 好 那我們可以直接來看 A 這個例子 A 這個例子是這樣 各位可以看 好 A 題這個例子呢 是說我要證明 Q 則 R 則 P 則 Q 則 P 則 R 這是一個定理 好 我現在證明它是一個定理 好 那我要怎麼證明它是一個定理呢 一樣 我們就先把主要連接詞找出來 那各位可以看到主要連接詞在哪裡呢 好 這個是它的主要連接詞 這個箭頭的位置是它的主要連接詞 好 那我們不妨把它圈起 這個是一個主要連接詞 好 所以我們想要做的事情是什麼呢 我們要把這個的前向拿來當作假設 好 根據剛剛的推論規則告訴我們 對 我們就把 Q 則 R 拿來當作假設 OK 設法推論出什麼 我們設法推論出 P 則 Q 則 P 則 R 好 如果我們可以用這個當作前提推出這個結論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得到這個定理 它的這個方法大概是這樣 好 那很巧的是各位如果仔細看你會發現 在這個我們想要得到這個結論裡面呢 這個也是條件句 這個主要連接詞也是箭頭 好 因此呢如果根據 剛剛的規則重複的使用 你會得到什麼想法呢 你會得到想法是說 我要假設 P 則 Q 然後推論出什麼呢 我可以推論出 P 則 R OK 就是我設法 用假設 P 則 Q 推出 P 則 R 那我就可以得到 P 則 Q 則 P 則 R 好 那接下來你又可以看到說 欸 這裡又有很巧的 這個呢也是 也是條件句 好 所以根據剛剛一樣的道理 我們可以把什麼拿來當前提 我們可以把 P 拿來當前提 好 設法推出什麼 設法推出 R OK 好 如果我們可以做到這件事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完成這個推論 好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我們得到幾個 假設呢 我們得到幾個我們自己的假設呢 第一個是 Q 則 R 這個是第一個 第二個是 P 則 Q 第三個是 P 好 那各位想一想 P 跟 P 則 Q 當然可以得到 Q Q 跟 Q 則 R 當然可以得到 R 那其實我們這個題目就算正完成了 為什麼 因為我們其實利用 P 跟 P 則 Q 得到 Q 再利用 Q 得到的 Q 跟 Q 則 R 得到 R 那我們就算正完了 那接下來的工作不過就是把它 把它完成而已 所以它的證明的 Idea 大概是這個樣子 好 那我們接下來就來看一下 第一個我們先看看我們的假設 我們有假設三個前提 一個是 P 一個是 P 則 Q 一個是 Q 則 R 我們要利用這三個假設的前提來看 怎麼樣推論出來 好 所以我們首先先看 第一個假設是 P 就是我們有一個 P 我們通常會把 假設的右上角寫上一個數字 表示這是我的第一個假設 P 則 Q 是我的另外一個假設 所以我們在上面一樣給它一個 假設的 number 第二個假設 給它一個數字 表示這是我們第二個假設 那我們剛剛說過 利用 P 跟 P 則 Q 可以得到什麼呢 可以得到 Q 對不對 好 那很明顯的 我是利用什麼規則得到這個呢 如果對規則不熟悉 還可以把規則放在旁邊呢 對照著看沒有關係 好 就說 這個是一個什麼規則呢 這個呢我們是利用 conditional 的 elimination rule 就是它的消除規則 因為在這個橫線的上方表示它 得到這兩個證明之後我可以得到 Q 那在這個推論過程裡面呢 箭頭就消失了 所以它是一個 elimination rule 所以是箭頭的 E 規則 表示它是一個消除規則 好 接下來我們還有第三個 假設的前提是哪一個呢 是 Q 則 R 它跟 Q 在一起 我們可以推論出什麼呢 好 我們顯然可以推論出 R OK 那這就是我們的目標 就是要把它推論出 R 好 那這個跟剛剛一樣 我們用的也是 conditional 的 elimination rule 就是箭頭的消除規則 那我們推出 R 之後 接下來我們要做什麼事呢 各位可以想想看 你剛剛怎麼做拆解的 你剛剛從主要連接詞 第一個拆掉的前提是 Q 則 R 拿來當假設是 Q 則 R 第二個拆掉的是 P 則 Q 第三個拆掉的是 P 好 那根據拆東西的原則我們都知道 如果你剛剛的推論是這個順序的話 那你要把這樣的句子接回去的時候 要怎麼接呢 當然是你最後拆掉的先裝回去 就按照這個原來的順序 一個一個把它裝回去 OK 好 所以第一個我們就把 P 先拉下來 我們先把它跟 R 結合 變成 P 則 R 那這個是利用什麼規則 這個是利用箭頭或者 conditional 的 introduction rule 對不對 好 那為了要告訴別人說 我用第幾個前提來得到這個結論的 好 所以我們必須要在這裡把它劃掉 表示我是用第一個前提 然後在這條線的左方呢 你要標示出來說我是用第一個前提 那這樣子的話呢才算是全部的完成 好 那我們剛剛最後一個拆掉是 P 所以我們第一個裝回去的也是 P 好 我們在 P 之前拆掉的是哪一個 是 P 則 Q 好 所以現在我們要把它裝回去的話呢 我們要把它建構成原來的句子的時候 所以我們就先把 P 則 Q 先把它裝回去對不對 就是我們剛剛拆掉的時候呢是把 P 則 Q 是 在 P 之前拆掉的 所以我們要裝回去 好 因此呢這個用的規則是什麼 這個用的規則一樣是 conditional introduction rule 好 那我們是把第幾個接上去呢 我們是把第二個接上去 所以我們在這條線的左方呢標上 2 然後也把 P 則 Q 這個前提劃掉 那我們第一個拆掉是哪一個呢 我們第一個拆掉是 Q 則 R 對不對 好 所以我們最後把 Q 則 R 把它建構回去的話呢 那我們就會得到 Q 則 R 則 P 則 Q 則 P 則 R 好 這個一樣是利用箭頭的 introduction rule 接下來我們一樣把 Q 則 R 這個前提劃掉 然後在線的左方標示出 3 就表示我們完成了這個推論 那各位可以很明顯看出這個推論的特點是什麼呢 最後你會發現我們把第一個出現的前提全部劃掉 表示呢我已經處理掉所有原來我們假設的前提 換言之這一題呢是在沒有任何假設前提的情況之下 可以推出這個結論 因此呢這個結論其實就是一個定理 所以我們不需要任何前提 就可以推出它是一個定理 好 那我們在做這個題目的時候 有些同學會提出這樣的疑問 這個是值得各位思考一下 就是說 剛剛我們推論出 R 之後呢 我一定要把 P 接上來嗎 我難道不能把 P 則 Q 先接上來嗎 或者我把 Q 則 R 先接上來嗎 好 當然可以 當然可以 你當然可以這麼做 只不過如果你這樣做 你不會得到我們想要的結果 你可能會得到其他的定理 沒有問題 可是呢它並不是我們這個題目所要得到的結果 所以你要得到這個題目給你的這個結果呢 你就必須按照剛剛的方式呢 從 最後面這個拆掉的前提 最先把它裝回去 這樣子你才可以建構出 原來的句子 否則的話 你雖然會得到一些其他的結果 可是那些結果 不是在這題的自然演繹法裡面所得到的 所以在這裡特地提醒各位 OK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第二題 好 我們第二題呢是說 我們要用 P 則 Q 則 R 來推出 P and Q 則 R 那根據剛剛的想法 各位有沒有想到 哪一個東西可以拿來當前提呢 P and Q 可以拿來當前提 但是要小心 我們剛剛講說可以拿來當假設前提子 是什麼呢 是在結論出現條件句的情況下 好 那前提的條件句 可不可以把它拆掉呢 不行 前提的條件是不能拆的 前提的條件句完全不能動它 你必須原來的前提就是原來的前提 你只有在結論出現條件句的情況之下 才可以把條件句的前向或者前見 拿來當作我們的假設使用 OK 所以在這題裡面很明顯你就看到 我們可以用什麼東西來拿來當前提呢 P and Q 拿來當作假設前提 然後來進行做推論 好 我們第一步呢 是先把 P and Q 推出 P 那 P and Q 推出 P 這是我們先前講的哪一個規則呢 它上面的這個符號呢是 and conjunction 就是連沿 好 那這個部分呢 我們可以把這個and 在這個推論裡面把它去掉 好 所以基本上它是一個and的 elimination rule 表示說 我把連沿這個符號消除掉了 那接下來我可以把 P 跟前提 P 則 Q 則 R 這兩個各位可以看到 你把主要連接詞圈起來你會發現 它的主要連接詞在第一個箭頭的地方 所以呢 P 是它的前箭 Q 則 R 是它的後箭 根據之前所講的 conditional 的 elimination rule 就是 conditional 的消除規則 你可以得到什麼呢 你可以得到 Q 則 R 那這個呢顯然你是透過箭頭的 elimination rule 所得到的 接下來呢我們其實會想 假設了 P and Q 我們要得到 R 那現在我們有個 Q 則 R 我們要想要得到 R 換言之我們要有什麼 我們要 Q 那 Q 要從哪裡來 Q 就要從 P and Q 這個假設 所以呢我們必須要再假設一次 P and Q 好 那現在有趣的問題來了 我的右上角要標示數字對不對 好 那我們剛剛 P and Q 已經標上 1 了 那在這裡我到底是要標 1 還是標 2 呢 OK 我們來想想看 我在這裡標 1 有道理 還是標 2 有道理 原則上是這樣 原則上是這樣 各位會發現 如果當我在做這個假設的時候呢 如果它還沒有被消掉的情況下 各位會發現我們做到這裡 上面的 Q 都沒有被消掉 所以呢原來我們在 P and Q 這裡標示 1 號 我們就可以重複的使用 也就是說呢 在還沒有把這個前提劃掉之前 我可以重複的使用它 好 因此呢 既然 P and Q 還沒有被劃掉 所以我在這裡呢 會標上同樣的數字就是 1 而不是標 2 因為我們其實用的是同一個前提 因為它還沒有被劃掉 我就可以重複的使用 那這時候呢 我們可以用 P and Q 得到什麼 我們可以得到 Q 對不對 好 那跟剛剛一樣 我們這個是利用什麼規則呢 我們這個利用的是 End 的 Elimination rule 就是用連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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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 conditional 的消除規則 所以到這裡為止 可以用假設 P and Q 得到 R 所以接下來就告訴別人 你看我們可以假設 P and Q 得到 R 因此我把 P and Q 拉下來 跟 R 結合在一起 它就會變成 P and Q 則 R 這是箭頭的 Elimination law 就是 conditional 的引進規則 當然不要忘記前提要消掉 就是把這兩個前提消掉 然後呢 把 1 標示在這個線的左方 那接下來呢 我要讓各位用這題能來做一個練習 等一下我會做給各位看 那我現在把題目寫在黑板上 各位可以看一下 我們剛剛是用 P 則 Q 則 R 推論出 P and Q 則 R 那現在各位試試看 我們把它倒過來 我們用 P and Q 則 R 去推出 P 則 Q 則 R 我給各位兩分鐘的時間 各位想想看 你能不能把它推論出來 OK 我猜應該有些同學 已經可以做出來 那現在我就來完成這個推論 讓大家看一下 看看你的推論是不是跟我一樣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一樣從結論開始看 那各位可以看到 在結論的地方呢 如果你看到它的主要連接詞 你會發現 它的主要連接詞在這裡 好 換言之 我們可以把什麼當作前提呢 我們可以把 P 拿來當作 預設的前提 設法推出什麼 設法推出 Q 則 R 這個結論 我們設法推出 Q 則 R 這個結論 好 那很顯然 在這個地方呢 我們有看到 這個也是一個條件句 OK 這個 各位看到 這是一個箭頭 表示它是條件句 表示我們可以 假設什麼呢 我們可以假設 Q 設法推出什麼 R 這個就是我們的目標 那各位想想看 我們如果假設 P 跟 Q 要推出 R 它的前提 不是剛好就是 P and Q 推出 R 嗎 就是你可以看到 這個假設是 P 跟 Q 就表示說把這兩個結合起來 它其實就是 我們要的前提的 P and Q 然後可以推出 R 的意思 好 所以我們現在來完成這樣的一個推論 這個推論應該是這樣 好 首先呢 我們先給第一個前提 P 這個是我們的假設前提 好 第二個假設前提是 Q 好 所以這兩個結合起來 我們就會得到 P and Q 好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 End 的 Introduction Rule 對不對 連沿的引進規則 好 接下來我們把前提放下來 我們可以得到 P and Q 則 R 好 那根據這兩個 一個 P and Q 一個是 P and Q 則 R 那這個 P and Q 剛好是這個條件句的前項 所以根據我們的規則 我們可以得到 R 好 這個用的是 Conditional 的 Illimination Rule 就是所謂的箭頭的消除規則 好 就是我們可以用消除規則得到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可以開始把它 跟剛剛一樣把它裝回去對不對 好 我們剛剛第二個拆掉的應該是 Q 最後拆掉的是 Q 所以我們在接回去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接回 先把 Q 放下來變成 Q 則 R 所以我們可以得到箭頭的 Introduction Rule 好 所以這裡呢 要寫 2 然後這裡要花掉 OK 好 接下來再把 P 放過來 放進來 它會得到什麼呢 它會得到 P 則 Q 則 R 好 這個一樣是箭頭的 Introduction Rule 對不對 好 然後我們會得到第一個前提小段 OK 好 那這樣子的話我們就會從 P and Q 則 R 這個前提推出 P 則 Q 則 R 這個結論 那這個就是我們整個的一個推論過程 那希望各位同學做的是跟我一樣的 好 那順便也再跟各位重複一下 剛剛的這個問題 好 我把這個式子呢 好 到這裡結束 好 我先把它插掉 好 各位可以看一下 好 我剛剛的意思是什麼呢 好 我剛剛的意思是這樣 好 我們剛剛有一個 第一個假設前提跟第二個假設前提 好 那我們其實 在把這個前提放下來的時候 有沒有規定要從哪一個開始放 並沒有 所以你要把哪一個前提放下來 跟它結合在一起其實都可以 好 那你如果不遵守剛剛的規則 不遵循剛剛的規則 你會有什麼結果呢 好 你的結果會是這樣 你把這個先拿下來 你就會得到什麼 P 則 R 好 一樣你可以用 這個 conditional 的 introduction rule 好 你說我用 1 把這個畫掉 OK 沒問題 這個步驟也正確 好 接下來呢 你說我再把 2 放下來 就變成 Q 則 P 則 R 好 2 好 這樣步驟也正確 好 可是各位發現什麼問題 各位發現我們這個前提推出來的這個結論 並不是我們題目要的 OK 所以你的步驟都沒有錯 可是呢 你卻不會得到我們想要的結果 所以自然演繹法它其實有一個目標導向 就是說我怎麼樣能夠證明出 我要的這個結果是很重要的 而不僅僅是那個步驟對就好了 你要想到說 我這個目標是要去證明出這個結果出來 好 所以這個特別提醒各位 這個步驟上沒有錯 但是它並不是我們所要得到的結果 第三題的題目是這樣 A if and only B B if and only C 跟 A if and only C 好 那我們有兩個前提對不對 第一個是 A 弱且為弱 B B 弱且為弱 C 好 那我怎麼得到 A 弱且為弱 C 呢 通常我們要得到 A if and only C 我們想要做的事情是這樣 好 我們就要回想到 我們在它的 introduction rule 裡面 我們想要得到這個結果 我們必須在上面出現哪兩個證明呢 第一個我們要證明出 A A 弱 A 則 C 就是 A if A Lan C 這個結論 好 在另外一邊的證明要證明出什麼 我們要證明出 C if C Lan A 就是 弱 C 則 A 這個結論 也就是說我得到這兩個證明 再把它合起來 就會是我們結論要的 好 所以很簡單 我們怎麼樣想辦法從 A if and only B 跟 B if and only C 呢 證明出 弱 A 則 C 呢 好 我們當然就要假設什麼 假設 A 沒有錯 就是你要假設 A 嘛 我要假設 A 來做這個題目 好 所以首先我們先把 A if and only B 呢 先用 elimination rule 把 A 則 B 做出來 接下來我們要假設 A 好 各位想我們如果假設 A 的話 這個是我們假設的喔 所以不要忘記要標上號碼 它是 1 號 對不對 那 A 跟 A 則 B 可以得到什麼呢 它顯然可以得到 B 好 那這個用的是什麼規則 用的是 conditional 的 elimination rule 就是箭頭的消除規則 那你得到 B 之後 接下來你要做的事情是 你把 B if and only C 一樣 利用這個 elimination rule 得到 B 則 C 那你得到 B 則 C 之後呢 你會利用 B 跟 B 則 C 得到 C 這個是箭頭的 elimination rule 對吧 跟剛剛一樣 那各位可以發現 我們是假設了 A 得到了 C 所以各位告訴我 我們可以得到什麼 沒有錯 可以得到 ROR A 則 C 對不對 那我們得到 ROR A 則 C 呢 表示我們把這個假設 拉下來跟 C 結合在一起 對不對 那就表示說我們是用 Tonditional introduction rule 然後不要忘記一樣要把它劃掉 然後呢 在線的左方標示書說我是用 1 號假設 那同樣的步驟我們可以在 另外一邊做 假設 C 得到 A 那既然是假設 C 得到 A 所以我們就從 B if and only C 開始 各位要注意 我們現在不是得到 B 則 C 這邊而已喔 既然它是雙向的表示 哪一邊也成立呢 C 則 B 也成立 那如果 C 則 B 也成立呢 我們用的是雙箭頭的 elimination rule 對不對 接下來我們要 假設 C 假設 C 呢 因為剛剛 A 已經是第一個假設 所以我們現在寫第二個假設 那現在變第二個假設 那這兩個可以得到什麼 這兩個呢 顯然可以得到 B 得到 B 的話呢 我們利用的是 箭頭的 elimination rule 就是 conditional elimination rule 那接下來我們想要 用 B 跟 ROR B 則 A 得到 A 所以我們的方法當然是用 A 弱且為 ROR B 就 A if and only B 得到什麼呢 得到 B 則 A 如果 B 則 A 如果 B 則 A 這個是用雙箭頭 就是 Biconditional 或者 Equivalence 的 elimination rule 接下來 B 跟 B 則 A 我就可以得到 A 當然是用箭頭的 elimination rule 沒有問題 那我們是假設 C 得到 A 假設 C 得到 A 所以我們會得到什麼 如果 C 則 A 對不對 這是用箭頭的 introduction rule 所以我們可以把 C 劃掉 然後在線的左方寫上 它是由第二個假設 所得到的這樣的一個條件句 那我們在左邊證明了 ROR A 則 C 在右邊證明了 ROR C 則 A 所以我們把兩個合起來 當然就可以得到什麼呢 我們就可以得到 A if and only C 那這個是雙箭頭 就是 Biconditional 的 introduction rule 所以呢 這樣子就完成了這樣的一個證明 所以這個證明是屬於比較簡單的證明 第一 這個題目呢 有一點點困難 它的困難在哪裡 各位想想看 根據剛剛我們的提示 你在結論看到什麼 你在結論看到 negation N 則 negation M 對不對 沒有錯吧 因此呢 根據剛剛的提示 我們其實可以把什麼拿來當作前提 我們會把 negation N 拿來當作假設的前提 這件事沒有問題對不對 我們把 negation N 拿來當作假設的前提 好 但是問題是 M 則 N 這個前提跟 negation N 好像不知道怎麼樣去把它那個 negation M 把它弄出來對吧 所以這件事情 其實是很不容易的就是 你要去想出那個 用什麼樣的推論規則 我現在有兩個可以 除了這個 M 則 N 這個前提之外 我還有一個假設前提是 negation N 那這兩個要怎麼去把 negation M 推論出來呢 好 這個裡面其實有一些 比較有趣的地方是 你必須對這個假設有一點點敏感度 好 什麼樣的假設呢 就是各位想想看 我想要推出 negation M 我想要利用 M 則 N 跟 negation N 推出 negation M 這個結論 好 那如果我想要推出 negation M 根據我們在 negation 的規則裡面 我們的規則是 negation 的 introduction rule 好 各位想想看喔 那 negation 的 introduction rule 告訴你什麼呢 如果我要得到 negation phi 那我要做什麼事呢 好 我要做的事情其實是假設 phi 對不對 我要得到 negation phi 的情況呢 我是先假設 phi 設法得到什麼 設法得到矛盾 對吧 我們要設法得到矛盾 好 那我們要設法得到矛盾 各位想想看 如果我現在的目標是要得到 negation M 那各位告訴我 如果我要假設的話 我應該假設什麼呢 我其實應該假設 M 對吧 好 所以這個假設是 你可能要憑著這個 你的練習的這個數量呢 到達一定程度之後 你就會覺得對這個假設其實是可以 用這樣的方式推論出來的 因為自然演繹法沒有固定的方法 所以這個必須要靠你自己去想想看 我只要去假設 假設這些然後得到我要的結論 好 所以這題呢 最有趣的地方就在於說 你要想得出來說 我除了把 negation M 拿來當假設 跟剛剛這個條件句的做法以外 我還要想到的是說 我既然要推出 negation M 好 那我應該把什麼拿來當假設呢 沒有錯 我應該把 M 拿來當假設 那你一旦把 M 拿來當假設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M 跟 M 則 N 可以推出什麼 可以推出 N 嘛 那 N 跟我們剛剛的假設 negation M 就會得到什麼 就會得到矛盾 所以我們這一題 這樣就可以證出來 好 所以我們來看它的證明步驟是這樣 第一個 我們先看看我們的假設 M 那 M 跟 M 則 N 可以推論出什麼呢 可以推論出 N 對吧 這個是利用 conditional elimination rule 就是用箭頭的消除規則 接下來我們還有第二個 我們的假設對不對 我們剛剛假設了什麼呢 我們剛剛假設 negation N 那我們從剛剛得到 N 跟現在 negation N 我們會得到什麼 我們會得到矛盾 那這是根據什麼規則 這是根據 negation 的 elimination rule 那當我們得到矛盾之後呢 我們就來想 意思就是說我們假設的 M 可以得到矛盾 所以呢 我們應該可以得到什麼呢 從 M 這個假設得到矛盾 因此呢我們會說什麼成立呢 其實就是 negation M 成立 好 那這時候我們就會說 我們是從第一個假設 得到這個 negation M 這個結論 所以它是一個 negation 的 introduction rule 好 那不要忘記 M 是我們的假設 所以把它劃掉 然後在左方的地方呢 標示出 E 表示說 我是利用這個得到它的矛盾 好 接下來 第二個假設是 negation N 所以 negation N 呢 會得到 negation M 根據剛剛條件句的想法 我們就會得到什麼呢 我們就會得到 negation N 則 negation M 好 所以這時候是 箭頭的 introduction rule 就是我們的 conditional introduction rule 好 那我們當然要把它劃掉 然後在旁邊標上 2 各位就可以看到 在這整個推論裡面就告訴你說 我們其實是可以從 M 則 N 這個前提 推論出 negation N 則 negation M 這個結論 接下來我們來看看第五個立體 第五個立體呢 是要證明 P or not P 是一個定理 那這題其實它有點困難 為什麼呢 因為它不是條件句 各位可以看到 它在結論的地方 它並不是一個條件句 它是一個什麼呢 它是一個用選言 or 連接的 所以其實你一開始不會有 什麼樣的好的 idea 去處理它 對不對 因為它又不是箭頭 你又找不到什麼樣的前提出來 對吧 所以你要證明它的方式 大概就是什麼呢 大概就是先假設它不成立 如果你假設它不成立的話 應該要導致矛盾 那你如果假設它不成立 導致矛盾的話呢 你應該可以從其它的證明裡面 得到什麼 得到 P or not P 那各位告訴我 什麼樣的這個假設前提 可以讓你得到 P or not P 呢 好 當然它 不是 P 就是 negation P 嘛 你一定是用 P 或者是非 P 當作你的前提 然後呢你就可以證出 P or not P 這個當然是可以證出來的 所以其實它的 idea 整個大概是這個樣子 就是說 我們要先假設 P 或者假設非 P 然後先得到 P 或者非 P 再跟我們的假設 negation 的 P 或者非 P 得到矛盾 然後呢再利用 Raa 這個規則得到 P or not P 整個的想法上大概是這樣 好 可是它有一點點麻煩的地方在這裡 好 各位可以看一下 如果我把 P 證明出 P 或者非 P 假設各位看到我這樣寫 我們利用 P 證出 P 或者非 P 好 這個是 all 的 introduction rule 好 各位可以看到 我在這裡會有一個 P 推論出非 P 然後呢這個是 all 的 introduction rule 好 那在這個情況之下呢 如果我只是把它的否定號 P or not P 好 我剛剛說我們要假設這個嘛 假設這個的否定 好 假設這個否定呢 我們會得到矛盾 我們會得到矛盾 對不對 好 得到矛盾呢 這個是利用 negation 的 elimination rule 好 這個會得到矛盾 好 那一得到矛盾呢 因為這個是剛剛的第一個假設 這是第二個假設 對不對 好 那你就告訴我說 OK 這個時候呢 因為這個假設會得到矛盾 所以呢 我就可以到 P 或非 P 好 然後我就說這個是根據什麼呢 好 這個是 根據這個 R A A 對不對 假設它的否定 得到 假設 negation phi 最後 得到矛盾所以 phi 成立 好 那這裡是不是寫 2 這裡劃掉 好 各位告訴我 在這個式子裡面各位看到什麼 各位看到一個很奇怪的情況就是 這個假設並沒有被消掉 各位可以看到這個假設並沒有被消掉 那當這個假設沒有被消掉的時候 這個證明是沒有完成的 OK 為什麼 因為我們剛剛說 如果這個證明要完成的話 必須要讓這個 要消失掉 這個不能留在這裡 這是我們自己假設的嘛 我們不能把我們自己假設的留在這裡 因為如果把假設留在這裡 等於你是證什麼 你是證 P 會得到 P 或非 P 那這個也不需要證嘛 因為這個光規則就有了 這根本就不需要證 好 所以其實這樣的證法呢 其實是不對的 好 那我們要怎麼做呢 我們其實要做的事情是這樣 好 我們在這裡呢 其實不可以先用這個 好 我們其實是要讓這個 得到什麼呢 好 我們其實是要讓 先讓它得到非 P 利用 P 得到非 P 好 然後利用 P 得到非 P negation introduction rule 好 然後在另外一邊 我們可以再用 假設 negation P 再得到 P 利用同樣的方式 那 P 跟非 P 就會得到矛盾 這時候你才會說 我假設了這個 negation P 或那 P 得到矛盾 就可以得到我們所想要的結果 好 那怎麼做呢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呢 我們先假設 negation P 我們有兩邊要假設 一邊假設 P 要先得到 negation P 一邊假設 negation P 要得到 P 這兩個我們都需要 好 所以我們第一步呢 是先假設 negation P 接下來 我們呢 利用 negation P 可以得到 P 或非 P 這個是利用 all introduction rule 接下來呢 我們假設了 negation P 或非 P 對不對 好 這兩個可以得到矛盾 那這兩個得到矛盾 利用的是 negation 的 elimination rule 因為我們剛剛假設的 negation P 得到矛盾 意思是什麼 意思是我們可以得到 P 假設 negation P 得到 P 這個規則我們叫什麼 我們叫 RAA 那 RAA 這個規則呢 我們做出來之後 不要忘記了 因為我們是用 E 得到 P 的結論 對不對 用非 P 得到 P 的結論 所以我們把第一個假設劃掉 然後在線的左方寫上 第一個假設 接下來我們在另外一邊 用 P 的假設呢 同樣做一次 把我們剛剛做的這個證明寫上去 我們一樣用 P 那這個呢 我們可以得到 P 或者非 P 這個是用 all introduction rule 接下來我們要假設 negation 的 P 偶納 P 那各位 依照我們剛剛的想法 這個時候我到底是要標 2 還是標 4 呢 各位仔細想想 我們剛剛在第二題的時候做過的事情 就是只要在它還沒有劃掉之前 我們都可以重複的使用同一個假設 所以因為 negation 的 P 偶納 P 根本還沒有 被劃掉 所以我們要利用同一個假設 2 來標示 而不用 4 我們是用 2 接下來這兩個會得到矛盾 對不對 那得到矛盾之後呢 我們當然是利用的是 negation 的 elimination rule 就是用否定號的消除規則 接下來我們是假設 P 得到矛盾 因此我們就說 它其實可以到非 P 這個是 negation 的 introduction rule 一樣我們要把 P 消掉 然後呢把數字寫上去 表示是用第三個得到這個矛盾 好 那各位很明顯 我們現在把左右兩邊的這個證明 合起來變成一個證明 如果我把這兩邊的證明合起來 表示什麼意思 表示左邊的證明可以讓我得到 P 右邊的證明可以讓我得到非 P 所以表示這兩個證明彼此間是什麼 是矛盾的 那既然它是矛盾的 表示現在只剩下一個第二個前提 第二個前提是什麼 就是 negation 的 P 或非 P 那表示說 我假設 negation 的 P 或非 P 會得到矛盾 那既然我假設 negation 的 P 或非 P 會得到矛盾 那就表示什麼呢 表示 P 或非 P 是成立的 這個顯然是利用 RAA 的規則 OK 所以呢各位可以看到把它劃掉 然後在這裡寫上 我是利用第二個假設 用 RAA 規則得到 P 或非 P 這個結論 那各位可以看到 在這整個證明裡面 各位仔細觀察一下 我們所有假設的前提 是不是全部都被劃掉了呢 果然是 對不對 也就是說呢 它跟剛剛我在黑板上秀的不太一樣 但要在於 在黑板上秀的時候呢 我們有沒有被消掉的前提 所以這個是不行的 但是在這裡各位可以看到 每一個前提都被我劃掉了 表示什麼 表示 P 或非 P 是一個定理 也就是說它可以不需要任何前提 就可以推出來的一個定理 所以這樣 你才算是完成了整個證明 好 所以 希望各位 要多多練習 因為這個部分呢 它需要你多多練習 才能比較熟悉 我要怎麼樣用這樣的一個 樹狀自然演技法呢 去做推論 好 接下來我們要來進行這個 線性自然演技法的說明 第九章的時候 我們說過有兩種自然演技法 第一種是樹狀自然演技法 第二種呢是線性自然演技法 那各位不妨回想一下 樹狀自然演技法強調的是什麼 它強調的是我怎麼樣拆解跟建構句子 那拆解跟建構句子的方式 是利用連接詞的引進或者消除來做的 好 那在線性自然演技法呢 不太一樣 線性自然既然是線性的嘛 那它並沒有像剛剛那個樹狀 我把兩邊的證明結合起來或者是怎麼樣 它沒有這種方式 它的方式是什麼樣呢 它的方式是說 我呢 用原來的句子 換個句子看看 那換的時候要保持一個規則 這個規則就是所謂的等值規則 等值規則就是說呢 當你聽到一個人說話的時候 你如果跟他說 這個我聽不太懂 你可不可以換個方式說 好 那當這個人換個方式說的時候 你會期望什麼 你會期望他講的 換個方式說所說的內容 跟原來的內容是完全一樣的 那這個通常我們就把它叫做 語意上是等值的 就是說它當然要講是一樣的事情 對不對 它只不過是換個方式講而已 但它不可以講不一樣的內容 ok 所以 等值的意思基本上就是說 當你告訴對方你要換句話說 通常你要求的就是 這兩句話的語意必須是一樣的 那我要再強調一次 我講的這兩個句子一樣的意思 是它的語意一樣 那等一下我們會看到這個例子 好 所以首先我們就來看看 第一個我們會用到的規則 我們把它叫迪摩根路 迪摩根路 迪摩根路是一個邏輯學家的名字 那我們在很多的對偶符號都會看到它 ok 好比說各位很熟悉的交集跟聯集 交集跟聯集其實就跟 這個規則也是一樣的 好 那在我們這裡的對偶符號是什麼呢 在我們這裡的對偶符號就是 連言跟選言 就是 conjunction 跟 disjunction 這兩個符號 它是對偶符號 好那對偶符號的意思說 如果我在 fine and pese 括號外面加上否定號 那各位看到中間三橫就是 等值符號的意思 就是左邊這個句子跟 右邊這個句子會是等值的 好 所以如果你在左邊看到 negation fine and pese 這是一個語句對不對 它會等值於什麼語句呢 它會等值於 negation fine or negation pese 意思就是說你把它放進去之後呢 把它變成對偶符號 原來的連言變成選言 然後兩邊式子各加 negation 好 同樣的 那各位就可以想像 如果我是把 negation fine or pese 的話 它會等值於什麼呢 它就會等值 negation fine and negation pese 這個我們叫 demo 跟 row 那一般只要是 對偶符號 通常都會具有這個特性 第二個呢我們叫交換率 commutation 那交換率最簡單 phi or pese 我們可以把它變成 pese or phi 對不對 就是 all 兩邊可以互換 它沒有先後順序的問題 那 and 也是一樣 phi and pese 也會跟 pese and phi 是一樣的 所以 and 這個連言也一樣 當然 我剛剛為什麼說語意一樣 原因是這樣 因為我們在日常生活的 這個用法裡面呢 其實有一些時候我們會覺得 咦 這兩句真的一樣嗎 好 譬如說 如果有一個人跟另外一個人求婚 對不對 然後呢你想想看 如果他講話是說 我要跟你結婚 而且跟你生小孩 跟 我要跟你生小孩 而且跟你結婚 請問這兩句話意思與不一樣 各位可以想想看 這兩句話聽起來會不會一樣 我要跟你結婚 而且要跟你生小孩 跟我要跟你生小孩 而且要跟你結婚 很多人會覺得他有先後順序的問題 好 那我要再次強調說 這個呢其實是因為 我們平常在講這些話的時候呢 其實我們是有淺藏那個 先後順序在裡面 但是在我們的交換領域裡面 其實我們並沒有把這個 考慮進來 我們就是看它的簡單的語意是一樣的 那如果你要考慮那個的話 表示你要把它再講清楚一點 通常呢我們會說 這樣的說法裡面呢 還是有一些弦外之音要加進去 所以我們這裡是不考慮 這個弦外之音的問題 因為到底哪一個先哪一個後 這個不在我們的考慮範圍裡面 所以呢 這個兩個語意還是一樣的 好 接下來第三個 是雙重否定律 double negation 對不對 phi 跟 negation negation phi 語意上是一樣的 好 我還是要再次強調 它語意上一樣 各位會發現 這兩個呢其實真的一樣嗎 其實它使用的場合可能完全不一樣 好 什麼樣的使用的場合完全不一樣呢 各位想想看 譬如說我舉個最簡單的例子 假設這個phi 是很簡單的一個句子 就是我愛你好了 對吧 好 那這個 negation negation phi 是什麼呢 這個 negation negation phi 就是 我不是不愛你 對不對 就是雙重否定 我不是不愛你 好 可是各位想 我愛你這句話 跟我不是不愛你這句話 它真的會完全一樣嗎 好 其實不太一樣對不對 你只要仔細想想 你就會知道說 這兩句話不太一樣 哪裡不一樣 通常它使用的場合不一樣 OK 那各位想想看 我愛你通常會用在什麼場合呢 沒有錯 這個我愛你通常用的場合就是 非常濃情蜜意的時候對不對 或者這個求婚的時候對不對 或者這個兩個人這個 像蜜糖一樣黏在一起的時候 都會說我愛你嘛 對吧 好 那我不是不愛你通常用在哪裡呢 各位想想看 事實上你都仔細想 這句話你通常聽到 就是兩個人吵架啊 心情不高興啊 在這個時候你才會聽到對方說 哎唷 我又不是不愛你 類似這樣的一個回答 所以呢 通常在這個時候我們聽到的呢 其實意思不太一樣 那我們會說 我愛你跟我不是不愛你這種 因為不同的情境使用的特點 這個呢我們把它稱之為 語用上的奇異 就是我們之前 講到這個語用上的奇異的時候 各位應該還記得 我們在這個第三單元的時候 曾經講過這件事就是 這個其實是語用上的奇異 對不對 就是我愛你跟我不是不愛你 其實它的這個存在的這個奇異 並不是語意上的奇異 語意上是一樣的 因為雙重否定律的關係 所以語意上都一樣 但是它語用上真的不一樣 好 所以你如果可以搞清楚這件事 你就知道說 原來我們平常在使用的時候呢 我們也會有一些語用上的感受 對不對 所以你就可以想像 當你在跟別人說 我不是不愛你的時候呢 其實你並沒有把 我愛你這個意思傳達出去 你傳達的是那個情境裡面 你可能生氣啊 憤怒啊 吵架啊 不高興啊 這樣的情緒 你其實在傳達這樣的情緒給對方 OK 那反過來說 當你在跟對方講我愛你的時候呢 你同樣在傳遞什麼 那個很愛對方啊 那種非常安靜祥和 非常愛對方的那種感覺 你也傳達給對方了 所以各位就可以了解 其實我們傳達語言在傳達上 有很多層的不同的意思 那不是語意一樣 它的意思就一樣 所以有些人會覺得說 我這樣講哪裡有不一樣 好 其實真的不一樣 如果從語用的觀點上來看 有很多的奇異 其實是我們常常會忽略掉的 那接下來是結合率 結合率是什麼呢 5 or Pse or Theta 跟5 or Pse or Theta 是一樣的 意思是說如果它說是 all 各位不反就把它想像成你在學習 四則運算的時候那個加號一樣 對不對 就是如果是 2 加 3 加 5 那你先加前面先加後面 對不對 括號括在哪裡 其實它的結果會完全一樣 都沒有問題 其實哪一個四則運算一樣 其實乘號也一樣 對不對 所以在這裡一樣 我們這兩個對偶符號 基本上都符合我們的結合率 也就是說 我是先把前面的或者後面的結合下來 其實是沒有差別的 通常我們在做這個 定律的時候呢 其實 就是如果是乘號的話 各位就可以知道 如果是 2 乘 3 乘 5 一樣我們就是 先乘前面 或者先乘後面 結果一樣 但是不是每個都一樣 比如說什麼就不一樣 比如說減號跟除號可能就不一樣 對吧 我們是先減前面 還是先減後面可能就 會不一樣 對不對 所以呢 並不是它可以用在每一個符號上 請千萬注意 就好像我們之前做過的 你如果是用條件句的話 你刮號刮在前面跟刮號刮在後面 是完全不一樣的 那分配率呢 其實呢一樣 各位看它是 phi and psi or theta 我們就可以把它變成 phi andpsi or phi and theta 那這個呢各位可以看得出來 它其實就有點像 試則運算一樣 你如果把and 當成乘號 or 當成加號 你會得到什麼呢 如果我告訴你說 2乘以3加5 對不對 那你就會得到 2乘以3加3 2乘以5 就是分配率 一樣的這個方式 跟你在當時在學 試則運算的時候 這個符號的使用 跟你在學試則運算 那些 乘號跟加號的 這個使用方式呢 其實是一樣 所以那邊可以用的定律 在這邊也都可以用啦 那phi or pese and theta 也一樣 它就可以變成 phi or pese and phi or theta ok 這就是分配率 接下來 我們來看等值率 什麼叫等值率呢 好 等值率其實很簡單 各位發現 等值率其實說 如果它是一個雙向的phi if and only pese 那它當然是 從左邊到右邊 跟從右邊到左邊 兩個都一定成立對不對 所以它一定是 if phi then pese and if phi then phi 就是說它如果是一個 雙向的等值的話 那當然是這樣 那我要提醒各位的是 我們其實在學習真值數法的時候 我們在規則裡面也學過一個 等值的等值式對不對 這是什麼呢 這是這樣的 它是phi and pese or negation phi and negation pese 這個是用什麼來作為 它的主要連接詞呢 各位可以看到它是用 all 來作它的主要連接詞 接下來是它的exploitation 就是我們的移出率 我們的移出率是什麼呢 就是 phi and pese 則是θ 會等值於 if phi then pese then θ 那各位看到這個括號很重要 括號的位置 那有很多同學呢 剛開始一開始看到這個的時候 會覺得這個怎麼會是 這個自然演藝法的規則呢 我看起來一直都不自然 各位如果你覺得它不自然 請回到 剛剛你在九點三做 樹狀自然演藝法的時候 你有做到一題b 我們在b 裡面證的p 則 q 則 r 會證出p and q 則 r 接下來我又讓各位做了一個b prime 那個b prime是什麼呢 那個b prime就是讓各位做出來它是 p and q 則 r 可以證出p 則 q 則 r 其實我就是要告訴你 利用這個證明來告訴你說 這個我們就把它稱之為移出率 就叫 exportation 就是我們的這樣的一個規則 所以其實我們之前已經證過了 所以各位如果有疑問 可以回到剛剛的b 跟 b prime 去看 接下來我們來看換值換位 換值換位各位很熟悉 什麼意思呢 就是如果是 phi 則 pese 我們會推論出 negation phi 則 negation pese 當然嘛 對不對 對不對 因為我們早在第一次上課的時候 我們就說過了 假設我的太太跟我說 如果你愛我 那你就要買生日禮物給我 對不對 那對她來講 哪一句話跟她是等值的呢 就是如果 你不買生日禮物給我 那你就是不愛我嘛 我有告訴過各位同學說 這個推論是 非常的自然而然的一個推論 所以各位不妨回想一下 我們曾經講過這件事情 接下來第九個是 implication phi 則 pese 會等值於 negation phi 或 pese 各位注意 這個我們在哪裡做過 一樣 我們在第六單元的時候 曾經做過這樣的一個等值式 做過這樣的一個等值式 所以各位可以回去 第六單元之後 我們為了要證明說 phi 則 pese 的真值數規則 我們找了一個 用 or 作為主要連接詞的等值式 那那個等值式其實就是 negation phi 或 pese 那最後一個呢 我們叫做同言律 就是 phi 會等值於 phi 或 phi 對不對 然後 phi 也會等值於 phi and phi 那同樣的 我還是要再跟各位強調一次 很多同學會覺得說 這個到底有沒有一樣呢 我舉個很簡單例子 各位不妨想想看 如果有人跟你講說 如果你的另一半 對不對 跟你講說 你要每天都跟我講你愛我啊 對吧 因為今天講你愛我 跟明天講你愛我 跟後天講你愛我 如果他的回答是說 幹嘛一直講呢 我只要講一次就好了 不就是了嗎 我只要講一次了 我講再多次 再這樣重複 就這個 duplication 我講再多次 不都是一樣的嗎 好 那有的同學就會說 不一樣 對不對 就是你每天講每天講應該都不一樣 可是有人會講 每天講每天講其實都一樣 各位不妨想想看 這個一樣跟不一樣到底在哪裡 OK 我們下一次的時候呢 我可以再跟各位補充做說明 各位不妨先想想看 我丟這個問題給大家回去思考一下 到底一樣在哪裡 不一樣在哪裡 那我們今天就 上到這個部分 謝謝大家 在上一個部分呢 我們談過了這個 線性自然演繹法的等值規則 那接下來呢 我們這個在9.5裡面呢 我們要繼續談論的是 有關於 線性自然演繹法的這個蘊含規則 那等值跟蘊含的差別就在於 各位在等值規則看到它都是雙向的 也就是說呢 如果是兩個等值的語句呢 它是可以互推的 也就是說呢 我們如果在左邊有一個式子 在右邊有一個式子 如果這兩個是等值的 那我們就可以從 把左邊的式子換成右邊的式子 我們也可以把右邊的式子 換成左邊的式子 好 但是在蘊含規則呢就不一樣 蘊含規則呢它是單向的 單向的意思就是說呢 它只能夠是單向的推論 不能夠是雙向的 也就是說呢 我們只可以從某些前提 推論出某些結論 卻不能從這個結論呢 反推回去這個前提成立 這個是 蘊含規則跟等值規則的不同 好 所以接下來我們就來看看 我們在這個線性自然演繹法裡面呢 有哪些的蘊含規則 首先各位第一個看到呢 是肯定前項率 那這個是各位很熟悉的 MP 規則 MP 規則告訴我們呢 就是說如果我看到有一個式子是 phi 則 ψ 又看到另外一個式子是phi 那麼我們就可以推出 ψ 好 那我要稍微說明一下 我們在線性裡面怎麼樣寫 這樣的一個肯定前項率的一個方式 各位可以看到 我們在肯定前項率裡面呢 大致上它的推論過程是這個樣子 就是說 我們假設我們在做一個推論呢 然後呢它已經有一條 這個線的這個推論了對不對 好 結果呢各位會發現 也許我們在某個步驟 譬如說 我們在D M 步的時候 這個 M 是一個數字嘛 我們每一個 推論前面都會給一個數字 每一個式子前面每一個 formula 前面都會給一個數字 那假設我在D M 步的時候呢 出現了若 P 則 Q 假設我出現了若 P 則 Q 這個式子就是phi 則 ψ 這個樣子的語句的時候 再假設我們在D M 步的時候呢 發現 P 這個式子 OK 所以我們現在有一個 phi 則 ψ 跟 phi 就是 P 則 Q 跟 P 我們如果把 P 看成現在的 phi 然後把 Q 看成 ψ的話 那這個就是 phi 則 ψ 這個就是 phi 好 那這時候呢 我們在底下的 D M 加一步 我們可以做什麼事呢 我們可以做的是 就是把這兩個 利用 M P 規則呢 得到 Q 好 那麼在我們的 線性自然演繹法寫法裡面 我們就會把它寫成 我是利用 D M 步跟 D N 步 OK 然後利用 M P 規則 得到 這個式子 OK 好 所以這個 formula 之所以可以得到 是因為我透過了 D M 步跟 D N 步 這兩個式子 然後呢 利用 M P 規則 得到它 所以我們接下來 在這個 線性自然演繹法裡面 我們都會這樣來寫 所以各位在線性自然演繹法會發現 我這裡呢一定會註明 我是利用 D 幾個 formula 然後呢 利用什麼規則 得到我現在 的這個 formula OK 那這個都是必須要 這個每一步呢都要 寫清楚的 第二個 這個規則呢是否定候項率 否定候項率又是什麼呢 好 否定候項率呢其實叫 M T 對不對 M T 的意思是說 如果有一個 Phi 則 Psi negation Psi 那我就可以推出 negation Phi 那跟剛剛一樣 我們會發現 如果我有一個 弱 P 則 Q 然後呢又有一個 negation Q 的話 那麼我就可以推出 negation P 再來做一次示範給大家看 一樣我們在 D M 步呢 出現了 弱 P 則 Q 對不對 一樣在 D M 步出現弱 P 則 Q 好 如果我在 D M 步出現了 negation Q OK 在 D M 步出現 negation Q 那麼在 D M 加一步呢 我就可以寫出一個 negation P 好 這時候我們就會說 我們利用 D M 步 跟 D M 步 利用 M T 規則 得到我們的 negation P 這個跟剛剛的做法是一樣的 只是 注意到這個規則 要這樣子來說明說 我們是利用 M T 規則得到它 好 那當然 順便說明一下 順序有沒有關係呢 順序沒有關係 也就是說 如果各位發現 我其實是 negation Q 先出現 然後呢我再出現 若 P 則 Q 好 這兩個 Phi 則 Psi 跟 negation Psi 這兩個如果是 出現的順序呢 其實並不影響我們在 推論上的 效果 就是說 它並沒有規定說 一定要先出現這個 再出現這個 沒有規定要出現 先出現 Phi 則 Psi 再出現 negation Psi 我才能夠寫 negation Psi 沒有 它沒有順序上的問題 好 所以這個 提醒各位同學 我們來看看第三個 我們叫假言三段論 那一般這個假言三段論呢 前面那個是 hypothetical 後面是 syllogen的意思 就是它是一個 假言三段論 假言三段論很簡單 它就是告訴我們說 如果我們有一個式子是 Phi 則 Psi 有一個式子是 Psi 則 Theta 那我就可以推出 Phi 則 Theta 舉個很簡單的例子 這個是很多人常用的 這個 推論方式 比如說這個 小時候你如果問這個 長輩說 為什麼我要好好讀書啊 搞不好長輩都會跟你說 因為你如果好好讀書 那你就可以考上好大學啊 如果你考上好大學 那你以後就可以找好工作啊 所以如果 好好讀書的話 以後你就會有好工作啊 類似這樣的推論 其實它就是一個 假言三段論的推論 所以 這個推論其實大家都會覺得 對啊 言之成理 對不對 那當然會有人去質疑說 可是問題是 我好好讀書 真的會考上好大學嗎 好 這個推論本身 在規則上是合理的 但它並沒有跟你保證 它的前提一定是合理的 因為說不定 我們大家會覺得說 對啊 這個如果 好好讀書的話 就會考上好大學 這句話並不成立啊 說不定它是為假的啊 所以 我們也許會質疑 這個前提並不合理 但是呢 這個規則本身是 這個合理的規則 這個是沒有疑問的 那接下來呢 是選言三段論 因為我們的選言是 disjunction 所以我們就把它用 disjunctive theorem 好 那選言三段論 意思是什麼呢 它其實也很簡單 如果我先看到 phi or psi 這個式子 然後呢 我又看到 negation phi 好 那麼當然我們就會 退出 psi 同樣的如果我可以 得到 negation psi 我就可以得到 phi 我們來想一個例子好了 比如說假設有一個老師 對不對 然後看到這個 它的這個玻璃杯被打破了 A 然後他就問說 是誰打破了玻璃杯啊 結果呢 他就發現說 在那段時間裡面呢 這個出入教室的同學呢 只有兩位 對不對 好 然後他就說 他就開始問A 如果是AB兩位同學 對不對 他就開始問 好 那如果A 有辦法證明 不是他打破了玻璃杯 比如說 A 可能從進去到出來 都沒有玻璃杯破掉的聲音啊 A 就說 你看吧 我一定沒有打破玻璃杯 因為我從進去到出來 都沒有打破玻璃杯的聲音 這時候老師就會直接 推論是誰打破了玻璃杯呢 應該就是 B 打破了嘛 反過來說 如果 B 可以證明他沒有打破玻璃杯 那應該就是 A 對不對 好 那我每次舉這個例子的時候 都會有同學一樣提出這樣的質疑 他說 老師不一定喔 那說不定既不是 A A 也不是 B 啊 搞不好是 C 啊 為什麼 因為 C 那段 進教室那段的時候呢 錄影的裝飾剛好壞掉啊 沒有錄到啊 所以中間搞不好有一段是沒有錄到的 好 請各位同學注意 我們現在在講推論規則 這個推論規則的意思是說 如果在前提 成立的情況之下 根據蘊涵規則 這個結論一定成立 意思就是說 如果我們剛剛認為只有 A 跟 B 兩個人 是有可能的 假設我們可能性只在這兩個的話 那非 A 即 B 嘛 非 B 即 A 嘛 這個規則是成立的 不過各位剛剛質疑說 那搞不好有 C 這個其實在質疑他 前提並不成立 跟剛剛我們在講 假言三段論一樣 你是在質疑他的前提可能並不成立 所以我們其實通常都會有兩種質疑方式 第一個是 推論規則合不合理 第二個是前提合不合理 那很多人會把這兩個東西搞混 所以我們在這裡介紹的是 推論規則合理 但是我們並沒有說他的這個 前提必然是合理的 不一定 第五個叫簡化率 這個也非常簡單 我相信各位很容易看得出來 它其實就是說 如果 Phi and Psi 成立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推出 Phi 當然成立 這個當然沒有疑問 因為 and 的語義 就是兩個都要成立 或者兩個都要為真 對不對 那既然是這樣的話 Phi and Psi 如果是成立的情況之下 表示這兩個 Phi 跟 Psi 一定都成立 所以我們從 Phi and Psi 可以推出 Phi Phi and Psi 也可以推出 Psi 這個應該是沒有疑問的 接下來是添加率 添加率呢各位也很熟悉 就是我們對於任意的一個句式 Phi 我們都可以推出 Phi or Psi 為什麼 因為對我們來講 我們增加任何東西 以 all 的語義來講 這兩個只要有一個成立 或者是說只要有一個為真 這個句子就會成立 或者這個句子就會為真 所以我既然已經確定 Phi 成立了 當然 Phi or Psi 成立 對吧 好比說舉個例子給大家聽 各位想想看 假設我告訴你說 富老師是男人 這句話為真 對不對 富老師是男人 這句話為真 那請問他一定可以推出什麼 也是為真的呢 他可以推出 富老師是男人 或富老師很帥 一定為真 對吧 為什麼 因為 這兩個只要有一個為真就好了 然後我已經確定 富老師是男人為真了 那更不要說 富老師是男人或富老師是很帥 這個一定為真 對吧 所以這個就是添加率的運用 所以各位後面要添加什麼 其實都沒有關係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 Conjunction Conjunction 的意思是說 如果我在某個步驟裡面發現 Phi 成立了 又在另外一個步驟發現 Psi 也成立了 那我可以把這兩個結合起來 我們就說 Phi and Psi 是成立的 也就把兩個結合起來 這個就是一個 Conjunction 的運用 就是把兩個結合起來 這個就是一個 Conjunction 的運用 那最後一個呢是所謂的 建構兩難律 Dilemma 就是一個 Constructive 的 Dilemma 如果我們發現有 Phi 則 Psi 若 Phi 則 Psi 那又有一個是 若 Theta 則 Delta 那我們有一個 Phi or Theta 我們就可以推出 Psi or Delta OK 那為什麼這個是可以成立的呢 各位想想看這個很簡單 就是說 也許有很多同學看到覺得說 這個好像不太確定對不對 對不對 不太確定它是哪一個 好 那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為什麼是成立的 它的理由是這樣 我可以舉個例子讓大家聽 譬如說 我舉個例子 我們一個記者呢 他如果在這個記者工作裡面 他要去訪問這個 行政院的秘書長 對不對 然後呢 假設我們這個行政院的秘書長 貪污了對不對 然後他去訪問這個行政院長 好 那他其實 可能早就設計好了 他的設計大概是這樣 他的設計是說 他會問行政院長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是什麼呢 就是請問 院長你事先 知不知道 秘書長貪污 好 那他可能連新聞稿都寫好了 怎麼寫呢 他就寫說 如果院長 事先就知道的話 那這個有沒有涉嫌包庇呢 好 這個呢就是他 第一個就是如果 這個院長事先知道的 事先知道秘書長貪污的話 則他就涉嫌包庇嘛 好 那第二個呢是說 如果院長回答不知道 如果院長回答不知道 那就表示什麼 院長居然連底下的秘書長貪污都不知道 所以呢他就很無能 好 所以各位想喔 當這個記者去訪問這個行政院長的時候呢 他把問題設計好 他就問這個行政院長說 請問院長請問院長 請問院長 你到底事先知不知道你的秘書長貪污 好 那他如果回答知道 那他就把這個 涉嫌包庇的新聞稿發出去 對不對 如果他回答不知道 他就把這個 他這個行政院長 無能的新聞稿發出去 所以呢要嘛他就回答知道 要嘛回答不知道 對吧 那結論是什麼呢 結論就是他是 涉嫌包庇或者是 無能的 好 例子裡面有很多 很多都是 事先先設計好 他是利用這個 dilemma的這個 特徵 然後讓你這個 左也不是 右也不是 那各位就會想像說 如果你當了行政院長 面對這種情況的時候 那你就會發現說 你回答知道也不是 回答不知道也不是 對不對 因為左右為難 所以 dilemma一般意思就是告訴你說 你會有左右為難的問題 所以我們有很多例子呢 都跟這個推論規則有關 所以很多人會覺得說 一開始看到這個規則 都會覺得這個規則 到底成不成立 它其實會有所遲疑 不過 事實上 你只要想一些例子 你就知道它其實是 沒有問題的 那我們談完這個規則之後呢 接下來我們就要來看看 一些實際的例子 好那我要稍微說明一下 怎麼去做推論的一些idea 因為 我們其實在做推論的時候 是需要一些練習 因為 各位會發現說 你們在公理法要 自然原理法要 它並沒有一個像 真質表法或者是真質術法 一個固定的程序 可以去解你的題目 所以 你必須要有一些 思考的方式 所以大概會有一些 引導思考的方式 所以我稍微說明一下 我們從第一個題目開始 各位可以想想看 好意思就是說呢 我們看到這個題目的時候 做法大概是這樣 就是說 我們其實有三個前提 第一個前提是 a or b 則 negation c 對不對 第二個前提是 d if and only if a 則 c 第三個是 a or b and a 好 我們有三個前提 好 那我們的目標是要做什麼呢 我們目標是要得到這樣的一個結論 就是 negation d if and only if a 好 那這個題目算是一個很簡單的題目 為什麼 因為 你只要看結論 仔細觀察結論 你會發現 結論呢跟哪一個前提的哪個部分 有點類似呢 好 它似乎就是第二個前提的前件 加上 negation 就是它是 d if and only if a 然後加上 negation 好 所以如果我要得到 這個條件句的否定 就是前件的否定 好 各位可以回想一下 我們剛剛講的規則 如果要得到 一個條件句的前件的否定 那我們要先有什麼句子呢 我們要先有後件的否定 因為我們有一個 肯定後項率嘛 就是我們把 後項的 從後項的否定 加上條件句 我們可以推出前項的否定 好 所以呢 意思是說如果要得到 negation 的 d if and only of a 的話 那我要先得到什麼 我要先得到 negation c 好 那你如果有這個 idea 之後 你就知道說 那我既然要得到 negation c 啊 那接下來 我要從哪裡去得到 negation c 呢 看起來它就藏在哪裡 它藏在第一個前提裡面 第一個前提裡面 的後件是 negation c 所以我如果要得到 negation c 的話 那我要先得到什麼呢 我就要先得到它的前件 因為我們有個肯定前項率嘛 就是 你如果得到 p 跟 p 則 q 你就可以得到 q 吧 好 所以 現在如果你要得到 negation c suppose 你就要先得到什麼呢 你要先得到 a 或 b 前項 對不對 那你要從哪裡得到 a 或 b 呢 好 各位看看第三個 前提就告訴你說 其實是一個 conjunction 對不對 一邊是 a 或 b 一邊是 a 所以呢 根據簡化率 我就可以把其中的 任何一項拿下來 當作我的前提 formula 表示說我可以 證明得到它 所以這樣子的話 就等於是 證明就算結束了 所以我們可以 透過這個方式呢 就可以把它做出它的證明 這是證明的一個 idea 好 所以你整個 證明的式子寫下來 大概是這樣子 各位可以看到 好 我們呢 有三個前提 那我們剛剛說 這三個前提呢 告訴我們什麼事呢 好 這三個前提呢 告訴我們說 我們一開始要先由 第三個式子 利用簡化率 得到 a 或 b 好 所以我們先得到 a 或 b 好 那 a 或 b 怎麼得到的呢 我們是利用 第三個式子的 簡化率規則得到的 所以我們要寫著 3 表示它是從第三個 formula來 然後呢 後面要寫上規則 就是 simp 表示是我們的 簡化率得到的 接下來我們利用 第四個 我們得到的 formula a 或 b 跟第一個 formula 我們可以得到什麼呢 我們可以得到 negation c 對不對 所以我們第五個 就得到了 negation c 那第五個這個 negation c 是從哪裡來呢 它是從第一個式子 跟第四個式子 利用什麼規則 利用 mp 規則所得到的 所以各位就可以 在後面就要寫上 1 4 表示我是由 第一個 formula 跟第四個 formula 第一個式子跟第四個式子 再利用 mp 規則 得到 negation c 接下來我們要得到 結論 就是 negation d if and only if a 那這是怎麼得到的呢 這個是我們利用 第二個式子跟第五個式子 利用 mt 規則 否定後向率得到的 所以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完成了這個式子的證明 所以它非常的簡單 第一題它其實因為 只要照著線索去搜尋 你大概就很容易找到 如何去證明這樣的一個題目 第二個題目一樣 我們有三個前提對不對 第一個前提是 negation p or q and r 第二個前提是 r 則 p or q 第三個前提則是 negation 則 q 那這三個我們要推出一個結論 我們的目標是什麼 我們想想看 我們的目標就是要推出結論 negation and q 對不對 那各位如果仔細看結論 它就不像第一題一樣 好像它跟哪一個前提的哪一個部分 比較類似對不對 都沒有這樣一個類似的樣子 所以當你在推論這個時候 你就要想想看 我要怎麼樣得到 negation r and q 呢 那我們的方法大致上這樣 我要得到 negation r and q 這是一個 conjunction 表示我在前面的步驟裡面 我一定要得到什麼 我要得到 r 我也要得到 q 然後再把這兩個合起來 我們從前面的三個前提來看一看 其實呢如果我要得到 negation r 又要得到 q 的話 那我是先得到 negation r 比較有利呢 還是先得到 q 比較有利呢 其實你用前提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各位如果仔細看到第三個前提就會發現 第三個前提是 negation r 則 q 嘛 那根據肯定前項率 mp 規則告訴我們說 如果我可以得到 negation r 我就可以得到 q ok 所以這個題目其實有一點點暗示 這個暗示是說 這兩個 negation r 跟 q 我應該先得到哪一個 會比較容易呢 其實你從前提裡面可以發現 得到 negation r 對我們是比較有利的 所以我的目標其實就是用 第一個 formula 跟第二個 formula 就是 1 跟 2 這兩個前提呢 設法得到 negation r 那我要怎麼得到 negation r 呢 接下來就簡單多了齁 各位可以看到第一個式子 沒有辦法讓我們得到 negation r 它只能讓我們得到 r 第二個式子呢如果要得到 negation r 就是條件句的前向的否定 根據我們剛剛的 mt 規則我就知道 如果要得到條件句前向的否定 我就要先得到條件句後向的否定 換言之我們要得到一個式子 是 negation p or q 那 negation p or q 從哪裡來呢 各位會發現 我們其實是可以從第一個式子 直接用簡化率就可以得到 那這樣子的話呢 我們其實就完成了這個推論 推論過程是這樣 所以呢 一樣有三個前提 各位可以發現 那接下來第一步我們要做什麼呢 我們要從第一個式子呢 先得到 negation p or q 對不對 這個是利用第一個式子 用簡化率所得到的 得到這個之後呢 我把 2 跟 4 結合起來 我可以得到 negation r 為什麼 因為 2 跟 4 呢 2 是一個條件句 然後 4 是後向的否定 所以呢 藉由條件句跟後向的否定 我就可以得到前向的否定 所以它是利用 2 4 做 mt 規則所得到的 各位就可以發現這個規則很簡單 接下來從這裡可以得到 q 為什麼 因為你觀察第三個 formula 第三個前提的 formula 跟第五個式子我們得到的 negation r 它其實呢就可以讓我們得到 q 為什麼 因為它 其實是一個條件句 一個是前向的肯定 那我就可以得到後向 所以呢它是利用 3 跟 5 的 mp 規則所得到 q 最後 不要忘記我們還要把結論寫出來對不對 我們結論是什麼呢 我們結論就是把 negation r 跟 q 兩個合併起來 我們叫做 conjunction 對不對 那這個 conjunction 呢 就是把 5 跟 6 做 conjunction 我們就可以得到我們所要的結論 所以這個題目其實就是利用這樣的一個 idea 來做證明 那第三個證明各位會發現 我們有幾個前提呢 我們有 4 個前提對不對 我們有 4 個前提 一樣我們的目標是要證明什麼 證明 all or n 那這個有趣的事情在這裡 各位想想看 如果要證明 all or n 的話 因為它是用 all 來連接嘛 所以顯然我只要證其中的一個就夠了 對不對 不管是證 o 也好 證 n 也好 我只要證其中一個就好 為什麼 因為根據剛剛學到的添加率 我只要證明了其中一個 另外一個其實可以隨時添加上去 所以 o 或者 n 其實我只要證其中一個就好了 到底我是要去找 o 還是找 n 呢 這個就是各位要去思考的部分 那很多人看到第一個式子跟第二個式子 就會直接想到要把 n 證出來 可是其實你會發現 你如果從第一個式子跟第二個式子 你證不出 n 你會證出什麼 你會證出 negation n 對吧 因為它其實是後項的否定 跟條件句會證出前項的否定 所以你只能夠得到 negation n 你沒有辦法得到 n 所以呢其實應該把目標轉向什麼 轉向證明 o 轉向證明 o 其實會比較容易 那你如果證明 o 的話 可以來觀察一下第四個條件句 你就發現說 我如果要證明 o 成立的話 我要先得到什麼 我要先得到 negation n and k 是成立的 那 k 比較容易觀察 為什麼 因為 k 其實從第三個式子 利用簡化率你就可以得到了 所以 k 比較容易 那 negation n 要從哪裡來呢 剛剛我們在假設要推出 n 的時候 我們不是說 第一個式子跟第二個式子 可以推出 negation n 嗎 所以 其實 negation n 你也得到了 k 你也得到了 你把這兩個合起來 其實就可以推出 o 對不對 所以其實它還是有機可循 ok 所以它的實際推論步驟是說 好 我們呢其實有四個前提對不對 我們先把這四個前提寫出來 首先我們先從 第一個式子跟第二個式子呢 先得到 negation n 我們利用的是 mt 規則 好 接下來我們要得到 k 那 k 是從哪裡來 k 是從第三個 formula 就第三個前提 利用簡化率得到的 好 接下來呢 我們要把這兩個 conjunction 就是我們要把 negation n 跟 k 兩個把它結合起來 就把兩個連沿做出來 好 那這兩個的連沿做出來 我們說它是利用 連沿率 conjunction 的規則 把這兩個連接起來 接下來我們有了這個式子之後 再跟第四個前提 做肯定前項率 我們其實就可以得到 o 對不對 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一個是條件句 一個是前項的肯定 所以呢我就可以得到後項的肯定 所以呢 這個是利用 4 跟 7 呢 這兩個式子呢 由 mp 規則所得到的 好 那剛剛講過了 既然你已經得到 o 了嘛 所以呢你要怎麼得到 o o n 呢 很簡單 就直接把它做什麼 添加就可以 對不對 所以我們用 第八個式子 直接做添加率 就可以得到 我們要的這個結果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看 第四個練習題 我們有兩個前提 這兩個前提 分別是 g and negation h or f 然後呢 我們的目標是要證什麼 我們的目標是要證你 f or g 好 那跟剛剛第三題有點類似 就是說 如果我們看到結論是 or 那我只要推出 f 或者推出 g 就可以 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 根據選言的規則就是 我只要推出 or 或者推出 f 的話呢 我只要其中一個 我就可以用添加率 直接把另外一個添加上去就可以了 這個題目很有趣 這個題目有很多種證法 各位其實不一定要 follow 證法 你可以自己正正看 也許你會找到更簡單的證法 好 那我的思考模式是這樣 假設我要得到 f or g 那我要得到 f 還是 g 好 最簡單的方式就是 我可以看到第一個式子裡面呢 有一個選言 那根據 ds 規則 如果我可以得到 選言兩邊的其中一個的否定 那我就可以得到另外一個 對吧 那有些同學的想法可能會說 沒關係 我先來做分配率 就是我把第一個 formula 先把它變成兩個式子 g or f and negation h or f 也可以 你可以任選你想要做的方法 如果是用這個的話呢 我可以做什麼呢 我可以從 h 開始來看 事實上如果我要得到另外一個否定 各位如果把那個否定加上去就是 你在 g and negation h 這個括號外面加一個否定號 各位猜猜它會發生什麼事 根據 de Morgan 你會得到什麼 你會得到 negation g or negation negation h 對不對 那你如果得到 negation g or negation negation h 那後面的 negation negation h 其實就是我們的 h 嘛 加上 double negation而已嘛 對不對 所以它其實就可以變成 h 所以換言之我只要倒回去做 我從這個 h 倒回去做 我其實是可以得到 g and negation h 的否定 那這樣我就可以證出來 所以我們來看看實際的證明是這樣 我們有兩個前提對不對 第一個前提是 g and negation h or f 第二個呢是 h 對吧 那接下來我們先把這個 h 呢 加上 double negation ok 我們是用第二個式子 h 加上 double negation 正如我剛剛說的 在第一個的加上否定 用 de Morgan Road 你會得到 negation g or negation negation h 對不對 所以我現在要加上什麼 我現在要加上的就是 negation g ok 那我加上 negation g 之後呢 這個我只不過是用添加率把它加上去而已 因為我們已經有 negation negation h 我們就可以做出任何一個 都沒有問題 那為了跟這個式子比較 match 所以我們先來把它交換一下 我們把 negation g 放到前面 negation negation h 放到後面 所以這個是用 commutation 就是我們的交換率 所得到的式子 接下來我們就是 用 de Morgan 把它變成 我們要的前向的否定句 就是 negation g and negation h 這個是利用 de Morgan 所得到的 那有了這個之後就很簡單 所以我們就可以得到什麼呢 因為第一個 formula 跟第六個 formula 告訴我們說 我們有一個 phi or psi 另外我們還有一個 negation phi 根據選言三段論 ds 規則我們就可以得到什麼呢 我們可以得到 f ds 規則就可以得到 我們要的 f 那有了 f 之後 根據剛剛的添加率 我們當然就可以得到 f or g 這個是用添加率很快的得到它 那我猜有些同學呢 會做出比我步驟更少的證明 那這個是很好的事情 各位要知道 這個證明的方式呢 不會只有一種 所以你如果做出 比我這個式子更短的證明 那就表示說很好 你唯一要確定的是 自己沒有做錯就可以了 那你如果說 老師我做了這個比你短的證明 可是我不確定它對或不對 那其實你可以找助教 或者找老師來做 check 都可以 就是我們會幫你 check 一下 對 你這個證明是不是 ok 的 所以基本上只要你的規則沒有錯 事實上我們其實證明的方法 不會只有一種 那甚至有時候呢 很多同學都會找到 比這個版本更簡單的證明 其實這個都很好 ok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 第五個立體 它有三個前提對不對 這三個前提呢 它的目標是要證什麼 它的目標是要證 w and s 對不對 那根據剛剛的延延的證明 我們就知道說 如果你要證明 w and negation s 當然你要得到什麼 你要得到 w 你要得到什麼 negation s 那在三個前提裡面 你可以發現哪一個沒有問題 negation s 沒有問題 對不對 因為第三個前提就是 negation s 好所以我們 在第一個前提跟第二個前提 想當然而我們要去證出什麼 我們會想要去證出 w 那我們怎麼去證出 w 呢 好如果我們把第二個跟第三個結合在一起 我們可以得到什麼 我們其實只能得到 negation w 對不對 沒有辦法得到 w 好所以顯然 我們沒有辦法這樣做 好那我們來看看 第一個式子可以給我們什麼樣的 information 在第一個式子裡面呢 我們有 negation w 則 s 對不對 好那各位想喔 如果我們把它用簡化率拿下來 我們會得到什麼呢 我們會有一個條件句是 negation w 則 s 對不對 那現在我們又有 negation s 所以我們會得到什麼 我們可以得到前向的否定 那前向是 negation w 所以我們就會有一個是 再加上否定變成 negation negation w 那 negation negation w 是什麼呢 對 沒有錯 negation negation w 就是我們要的 w 好所以其實這樣我們就可以把它證明 好所以很快的我們來看一下 好這三個是我們的前提 好各位可以看到這三個是我們的前提 好接下來我們可以先把第一個式子 利用簡化率 把 negation w 則 s 拿下來 對不對 所以呢這個是利用簡化率 第一個式子利用簡化率得到的 好接下來三根4就可以讓我們得到什麼 好三根4可以讓我們得到 negation negation w 為什麼 我們用三根4的否定後項 我們就可以得到 negation negation w 好接下來我們再用 double negation 就可以得到 w 對不對 我們用 double negation就可以去掉 好接下來再把三根6做 conjunction 合起來對不對 我們就可以得到 w and negation s 這個也就是我們所要的結論 好那我要提醒各位是 各位如果仔細看 在這個推論裡面 哪一個數字沒有出現呢 很明顯 2 這個數字沒有出現 換言之在所有的推論裡面呢 並不是所有的前提一定都要用到 OK 有時候我們會出現一個情況是 有些前提他沒有用到的情況 那也沒有關係 OK 因為我們只要能夠證明出來 不見得每一個前提都要用到 才叫做證明 並不是 OK 好所以這個呢 每一種大致上的一個提形的特性呢 我就透過這樣的一個例子 來讓各位了解 所以我們的這個 第九單元呢 就到這裡結束 謝謝大家 我們要多一點 打電了 聽姿 隨便 看看 是的 待在煙